撒姆尔记下第24章 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使他们受害,说 你去数点一下以色列和尤导的人数吧 王就对约压和跟随他的军官说 你们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从旦到别士巴,数点人民 我好知道人民的数目 约压回答王 无论人民有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增加一百倍 又愿我主我王亲眼看见 不过,我主我王为什么喜欢这事呢? 但是王的命令 约压和众军官不敢不从 于是,约压和众军官从王面前出去 数点以色列的人民 他们过了约旦河 就在古中内座亚罗尔城的右边安营 后来他们经过迦德 直到雅谢 然后又到了激烈和他亭和氏地 再到了旦亚安 并绕过了西顿 来到推罗的堡垒 以及西魏人和迦南人所有的城市 最后他们出到犹大的南端别士巴去了 以后他们走遍了全地 过了九个月又二十天 就回到耶路撒冷 约压把数点人民的数目向王承报 在以色列中 能拔刀的勇士共有八十万人 犹大共有五十万人 大卫数点了人民以后 良心一直不安 于是对耶和华说 我做了这事犯了大罪 耶和华啊 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做了非常糊涂的事 大卫早晨起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迦德先知 就是大卫的先见 说 你去告诉大卫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给你三个选择 你要选择一个 我好向你施行 于是迦德来见大卫 问他说 你要国中七年的饥荒呢 或是要在你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呢 或是要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想想 决定我该用什么话 回复那拆我来的 大卫对迦德说 我非常为难 我们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不要让我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将瘟疫在以色列地 从早晨直到锁定的时间 从淡到别世巴 众民中死了七万人 当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 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和华就后悔将这灾祸 就对那毁灭众民的天使说 够了 现在驻守吧 那时 耶和华的天使 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河场那里 大卫看见那击杀人民的天使 就对耶和华说 犯了罪的是我 行了恶的是我 这群羊又做了什么呢 求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富家吧 那一天 迦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 你上去 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河场那里 为耶和华立一座祭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的话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地上去了 亚劳拿往下观看 看见王和他的臣仆正朝着他这边走过来 就出去迎接 脸浮于地向王叩拜 亚劳拿问 我主我王 为什么来到你仆人这里呢 大卫回答 是要向你买这打河场 好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 使民间的瘟疫可以止住 亚劳拿对大卫说 我主我王看什么好 就拿去线上吧 看哪 这里有牛可以做凡祭 打河的器具和套牛的饿可以当柴烧 王啊 这一切亚劳拿都奉给你 亚劳拿又对王说 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 王回答亚劳拿 不 我一定要按价钱向你买 我不要用白白得来的 做凡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于是大卫用五百七十克银子 买下了那打河场和牛 于是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献上凡祭和平安祭 这样耶和华垂听了人们为纳地的祷告 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止住了 我支持你 欧阳